信用破产,TELA2.0区块链下的LUNA代币从其仅数小时就暴跌了70%以上 TELAform实验室在周六早些时候推出了TELA区块链的新版本TELA2.0 并为其配备了新著的LUNA代币 LUNA在一些交易所被标记为LUNA2 根据CoinMarketCap的汇变数据,大约上限12小时后 LUNA已经下降了其初始价值的近73% 截止我在录这篇视频之前,交易价格为5.18美元 它早些时候最高价格是19.54美元 LUNA代币推出后大约10分钟就可以在Bybit加密货币交易所进行交易 大约一个小时后,Coin也宣布启用LUNA交易 关于区块链TELA的1747号提案 销毁13.88亿UST稳定币的治理投票已经通过 这将减少UST的供应量,大约占其总供应量112.8亿代币的11% 根据CoinMarketCap的数据,LUNA在7个不同的交易所进行交易 Bybit,Coin,Karken,MEXG,OKK,Bitru和BingX 这些交易所都没有启用LUNA的期货交易 TELA首席执行官Dorkun今天在Twitter上除了转发交易所公告外 基本保持沉默 信誉是最终的代币 BINANCE首席执行官赵长鹏在TELA 2.0首次亮相后 不久发图言说,不过BINANCE也是为TELA的新区块链提供支持的机构之一 在加密货币有史以来最疯狂的一周中 TELA的UST稳定币和治理代币LUNA的崩溃成为了最重要的事件 很多人对TELA 2.0仍然持有怀疑态度 Crypto YouTuber Ben Armstrong直接了当的说,再也不要买LUNA了 其他Twitter用户表示,他们坚持原来的LUNA 后来改名为TELA Clash,被一些人称为LUNA Clash 根据CoinMarketCap的数据,在过去24小时内LUNA下跌了29%至0.00009031美元 LUNA在三个月达到了119.18美元的峰值 然后发生了历史性的崩溃,使数百亿美元的价值花为乌有 根据CoinMarketCap的数据,在11个新的LUNA代币中 只有2100万个是在周六空投的,并加入了流通的供应 其余的代币将分阶段继续投放